遼闊的港湾 熟悉的场景 这部亲爱的房客电影 有80%以上都在基隆拍摄 身兼导演及编剧的郑友杰 戏中演员陈淑芳 亲自出席在基隆举办的特应会 感谢拍摄期间 基隆市政府及各界的协助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 有一天到了基隆 看到很多船只在基隆港 这样进进出出的 然后觉得这个心境跟男主角 很想要找到一个可以靠岸的家的 心境很像 看来我就感觉 我这次我很欢迎 这样就好了 基隆等于是我的家一样 特应会现场 市府关销处处长亲自出席 表示基隆在协拍影片部分 提供了超优质的服务 我们基隆市政府 其实在103年104年的协拍 其实只有总数加起来才35件 但是到了107年108年 加起来就有170件 其实成长了这个五倍之多 那我想这样也就代表着基隆市政府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用one stop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用一站式的这种协调协助的方式 我们做跨局处的整合 所以呢来到基隆拍摄呢 其实只要透过我们基隆市政府 我们观光城市行销处呢 就可以来协助我们要拍片的单位 不管在场地的借用 或者是在我们相关的单位的协调 那我们都是做最好的服务 非常欢迎各街好友都能来基隆拍片 相信一定也会像亲爱的房客一样 找到灵感及不同镜头下 基隆的全新样貌 记者张启成蔡小军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